今日,史蒂芬森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,胡人队当初招募自己的内幕。 他说,当时是魔术师约翰逊,亲自给他打了电话,说张姆斯对他非常感兴趣,想让史蒂芬森成为张姆斯的队友。 当时史蒂芬森还假装坚持了一下,他跟魔术师说,他需要几个小时做决定,随后就决定加盟胡人队了。 史蒂芬森上赛季打满了22场比赛,场均上乘22.5分钟,场均得到9.2分2.9助攻5.2篮板,而则进后赛出战机场比赛,场均上乘21.3分钟,场均得到10.4分2.9助攻2.7篮板,并且非常好限制了詹姆斯。 他给詹姆斯制造了很多麻烦,甚至还让詹姆斯知道了技术犯规,史蒂芬森跟詹姆斯有过多次的对决,双方也发生了很多故事,尤其是史蒂芬森当年对着詹姆斯吹气的画面,也成为了史蒂芬森职业生涯的五大九画面。 但是今年夏天,步行者队拒绝执行史蒂芬森价值430万美元的球队选项,而史蒂芬森就成了受限制自由球员。 今年夏天詹姆斯加蒙湖人队,而他也在新球队招募自己想要的队友,而此前的老对手史蒂芬森也成为了詹姆斯招募的球员之一。 最终史蒂芬森也如愿加蒙湖人队,他下赛季将成为詹姆斯的队友,史蒂芬森跟詹姆斯一共交手46场比赛,史蒂芬森取得了17胜29负的战绩,其中双方对阵詹姆斯场均得到28.4分中7.3柱,共8.3篮板,而史蒂芬森场均得到99分3.1柱,共4.4篮板。 虽然詹姆斯把史蒂芬森完全打爆了,但是史蒂芬森的卖力防守还是给詹姆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所以詹姆斯加盲虎人队之后,第一时间招募了史蒂芬森,虽然史蒂芬森只是一个角色球员,但是虎人队还是挤足了他诚意,魔术师作为球队的篮球运营总裁, 他本可以不需要自己亲自打电话招募史蒂芬森,毕竟让总经理佩林恰打电话也是可以的,然而魔术师还是亲自给史蒂芬森打了电话,所以当时步行者队舍弃了史蒂芬森,而胡人队却表现出非常需要史蒂芬森的态度。 所以史蒂芬森很轻松就做出了决定,詹姆斯招募史蒂芬森就好像当年科比招募埃泰斯特和巴奔斯一样,虽然曾经都是难查并且凶狠的对手,但是最终还是成为了队友,不过胡人队的招募防守确实也是非常得人心,不得不说魔术师和詹姆斯受人尊敬也是有原因的,蒙海青。